Hello大家好,我是季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用Notion来做个人账本 那么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内容我也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介绍我的财务管理 第二,制作教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的财务管理 我把它分为了三个部分 购物清单,个人账单和资产负债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的购物清单 我把它按照工作,学习和生活区分类 每次我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 我都会把它记在上面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一起去买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防止我忘记 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我过度消费 因为我每次想买什么的时候 我写下来的那一刻可能特别想买 但是当我过了几天冷静下来 我就不想买了 然后我就会把它删掉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购物清单是很重要的 当我买完之后 我会在这里打上钩 在每个周末我会抽出一个固定的时间 把它统一的拖到我的账单里面 去做记账 接下来是我的个人账单 我也把它分为了三个部分 预算、支出和收入 这个所有账单就是我的支出和收入的总览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这些数据都是我随便写的 为了更方便去举例 首先是预算 我在每个月的月初都会给自己去定一个消费预算 是生活、工作还是学习 这个分类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是你的金额类型 是支出还是收入 用这个分类加这个金额类型 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你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活动 比如说是工作支出、工作收入还是生活支出等等 然后是你这个活动产生的日期 最后是你的备注 在这个金额的下方 我还添加了一个计算 它计算的是你的所有的总收入 结你的总支出得到的一个结余 这个结余就是你这个月的存款 如果它为正数 那就代表你有存款 如果它为负数的话 那就代表你路不付出 而且还有负债 然后我还在这里添加了一个筛选 我在每个月都会去在这里设置当月的时间段 那么这个表就仅仅会去显示我当月的个人账单 然后在每个月的月末 我还会把这个存款的统计 添加到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余额上面 比如说你打算把你的存款都存到支付宝 那你就以这个数值加这个数值 那么你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更新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支出表 这个支出的账单 它所有的字段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它这里统计的是你的支出类型 那么这里展示的就是你的支出总额 我的收入表也是一样 字段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它统计的金额类型是收入 那么这个总额算出的就是你当月的总收入 那么这个是我的个人账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它分为资产表和负债表 以及资产负债的总览 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这个字段 首先是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代表了你的钱放在哪里 或者是你欠哪里的钱 那么这个金额就是你的具体的金额 那么资产是为正数 负债是为负数 那么你的金额类型分为资产和负债 资产就包括了你的存款啊 你的基金啊 你的股票啊之类的 那么负债的话 比如说你的信用卡的消费 或者是车贷啊 房贷啊 那么这个备注就是你对这条资产 或者负债的附加说明 下面这个金额 它统计的是你的净资产 也就是你的资产减负债 剩下的真正属于你的钱 那我们来单独看一下这个资产表 这个资产表 它的字段也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它统计的是你的总资产 总资产也就没有减去你的负债 那么这个负债表统计的是你的总负债 它其他的字段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回到总表 然后在每个月的月末 你可以抽出一天时间来对账 把你的存款添加到你的资产平台 把你的负债添加到你的负债平台 你就可以对你的财务情况和资产情况进行实时掌控了 那么这样我们一整个月的财务管理流程就走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制作教程 在制作之前 我先敲一下重点 今天的制作有几个新的操作 第一关于金额 在表格中怎样去设计金额和使用金额 第二表格的计算功能 怎样去统计你的金额数据 第三试图管理 怎样去建立多样化的试图 以及设置试图的属性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 点击展开 首先输入一个标题 财务管理 添加一个icon 点击添加一个封面 我们先来建立购物清单 首先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激活一个三号标题 输入购物清单 输入好以后 在下面输入三个分类 工作 学习 生活 给他们的块设置一下颜色 点击它的block设置 按照你的喜好设置好颜色 依次把它拖动 先点击这个学习的block 拖动到最右边示范 拖动好之后 我们在工作的下面 输入一个斜干 选择to do list 忘了调整一下页面的宽度和字体大小 在学习下面同样的输入一个斜干 选择to do list 然后回到这个工作的下面 空格几行 输入三个横杆 激活一个分割线 这个分割线现在是在工作的下面的 我们把它往下拖 拖到拖不动为止 松开它 那么它就是占据全画幅的 继续我们来新建我们的个人账单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激活一个三号标题 输入好一个本月预算 每个月都会在这里填写你的消费预算 换行 输入一个斜干 在database形下面选择第一个表格 输入名称 个人账单 我们现在来设计它的字段 首先把第一个字段更改名称为项目 然后建立第二个字段金额 选择这个数字形式的 选择好之后再点击一下它 会出现一个设置 在第二个选项里面选择它的展示形式 这里有很多展示形式 有数字形式的 百分比形式的 然后有各个国家的金额的单位 选择这个圆也就是我们的人民币 那么你输入一个数字 那么它就是以人民币的单位去展示 接下来建立第三个字段分类 选择单选标签形式的 我们来新建几个分类 工作学习生活 接下来建立第四个字段金额类型 选择单选标签 建立两个标签支出和收入 接下来建立第五个字段 日期 选择日期形式的 建立最后一个字段 备注 选择文本形式的 那么我们这个个人站单的字段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来添加一些数据 首先我们添加一些项目 然后在这个金额里面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需要用它的计算功能 那么你这个收入可以填正数 但是你的支出一定要加一个减号 要填负数 如果你填一个正数 那么它是会计算错误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细节 设置好它的分类 设置好它的金额类型 设置好它的日期 然后我们在这个属性筛选里面 选择一下排序 选择日期形式的 选择降序 那么它就会把最新的日期展示在最前面 接下来我们再在这个筛选条件里面 选择筛选条件 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日期 选择itsafter 选择一个具体的日期 我们来设置为当月的账单 再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itsbefore 选择具体的日期 选择二月之前 那么它就会展示当月的数据 你每个月可以在这里去改一次日期 让它去展示你当月的账单 那么这样我们的总账单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的分类式图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分类式图 创建为支出账单 在支出账单里面 我们在表格设置里 点击这三个点 选择筛选条件 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金额类型 选择市 选择支出 那么它就会仅仅展示我们的支出类型 继续我们添加一个视图 添加一个收入视图 用刚才的方法在表格设置里面 选择筛选条件 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金额类型 选择收入 那么它就会只展示你的收入的数据 我们把这个默认的视图更改一下名称 点击这三个点 在这里可以更改它的名称 改为所有账单 在下面你还可以选择复制或者是删除 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是不想要这个视图 你可以直接点击删除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的所有账单 下面我们要进行这个个人账单的最后一步 也就是统计我们的金额 我们点击这个统计 点开它会看到有非常多的选项 不要慌 我一个一个来跟你们讲是什么意思 从这里开始 上面这些缠的都是统计的是非数值的数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统计这个数值 统计的是你的标签或者是你的内容的数据 首先这个none就是不统计 你不需要它展示 你就选择这个不统计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count all就是统计你所有的数据 那么现在这里有三条 那么下面就是显示三 那么这个count values就是统计你已经填写了内容的数据 这个count unique values就是统计你的标签的分类的数据 比如说你这个工作的标签 它这里重复出现了两次 然后这个生活它是只出现了一次 然后点一下这个统计看一下 那么它就会只统计一个 也就是统计你的标签的类型的数据 那么这个count empty就是统计你的唯空的数据有多少条 现在是没有 那么这个count not empty就是统计你的不唯空的数据有多少条 percent empty就是统计你的唯空的数据 占你所有数据的百分比 percent not empty就是统计你的不唯空的数据 占你总数据的百分比 下面这些就是跟我们的数值相关的统计 这个sum就是总和 average是平均数 median是中位数 min是最小值 max是最大值 range是变量的值域 那么我们的个人账单其实只需要用到这个总计的功能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们稍微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我们去到我们的支出页 同样的在这里设置它的统计 选择总和 在收录的表里面也是选择统计 选择总和 那么这样我们的个人账单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资产负债表 首先我们在这里输入三个横杆 激活一个分割线 然后在它的下面输入一个斜杆 我们在database形下面选择table形式的 给它新建一个名称叫资产负债表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字段更改名称为平台 建立第二个字段金额 选择数字形式的 然后点击它 在它的样式设置里面 选择圆 建立第三个字段金额类型 选择单选标签 建立第四个字段备注 选择文本形式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金额类型的数据下面 添加资产和负债两个标签 我们来填一些数据 记住我们的资产要填证数 那么负债要填负数 因为你需要使用它的计算功能 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功能里选择总额 接下来我们来建立第二个试图 资产表 点击添加试图 取名为资产表 选择table形式的 点击创建 然后在这个资产表里面选择表格设置 选择筛选条件 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金额类型 选择市 选择资产 那么它就只会展示你的资产的数据 在计算这里 选择计算总和 接下来我们建立第三个试图 负债表 点击添加试图 新建一个名称叫负债表 选择table形式的 点击创建 在这个负债表的设置里面 选择筛选条件 添加一个筛选条件 选择金额类型 选择市 选择负债 那么它就会展示你负债的数据 选择计算 选择总和 那么回到试图页面 更改一下它的默认名称 更改为总览 回到总表 那么这样 我们的财务管理就做好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下节视频 我会分享如何用Notion 来做英语学习管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